健保醫療點值有關寄付金額 公民黨立委提出一點至少一元 以及不得低於0.95元 各界人爭論不休 今天舉行公聽會 一屆學者提出訴求 由公務預算來補貼 就不會影響到民眾的 所謂健保費的 立刻要調漲的問題 衛福部是把人民的生命價值健康 擺在執政的第一順位的時候 這個預算的編列 是非常有道理的 醫護人力爭健保點值一點一元 衛福部分析提出報告 以今年健保點值保障0.95元估算 並以現行健保費率5.17%計算 一家四口每月健保費 將從3288元增加至3800多元 若以一元估算 影響金額為1155億元 健保費率調升至6.4% 每月健保費則會增加782元 不過出席公聽會的 督寶蒙發言人騰希華表示 提升費率不是首要目標 政府應該率先討論的是 健保財務出現三大問題 那我必須要說這件事情 政府要負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的責任 去正視健保的費機的公平性跟正義性 而日前衛福部前部長陳時中提出 總額受聲概念 消極會董事長吳榮達表示認同 不受聲救不了健保 不過當初健保擴大支出 就是陳時中任內籍現任部長薛瑞源所行的決策 對健保的體股項目跟體股項目要做一個受責 這樣才有辦法讓這一個費率能夠維持一種穩定 一切呼籲還是要正視第一線以虎權益 這都不改只調整費率 倒楣的還是小老百姓 記者 余盛行貴宣 台北參訪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 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